谢谢主席 我们先请警政署副署长 来林副署长 行警局局长 王局长 移民署一起来好了 移民署的林大队长 我们先讲陶机 那个局长 你刚刚说现在 机场的行警还缺多少人 公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缺了137个人 缺137嘛 那个是现状之下还缺137 是光淘机吗 还是全部 全部是一共137 淘机还缺多少 淘机的部分 现在我们目前是 所以你现在是有行警家约顾 对不对 对 航警家约顾加起来现状之下 你还缺137人 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 桃园机场 安检人员跟旅客比 这两年高度成长 高达33% 从2011年一个人 要服务 59000人 到 2013年一个人 要服务 8万人 所以呢 已经有高达33% 的这个 旅客量的暴增 然后你跟我们讲说 缺137人 迟迟不补 那个 副署长 你今天回去 好好的 要了解这些事 问题是 现状之下 现状之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淘机在现状之下 百分之41 安检人员 是约顾人员 现状之下 整个淘机 紧值之外的 约顾值还高达 113人 约顾值还高达 113人 这113人 就是行警不足 用约顾人员 去补足 再加上 现在不足的 137 总共高达 140个人 150个人 是行警的 250个人 是行警的缺额 你们有113个 使用约顾 约顾的薪水 是多少 行警的薪水 一个月 68900多起 约顾人员的薪水 一个月 35308元 即使到退休 他们没有 随着调薪 即使到退休 都增加不多 对不对 到退休 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跟委员报道 约顾人员的薪水 是一致的 一致嘛 到退休 都是领 35000嘛 所以相较之下 同工不同酬 士气低落 而且 常年约顾的人 有多少 你看下一页 长达10年 没有补人 长达12年 没有补人 这约顾人员 包括刚刚淘机的 113人 其他的机场 加起来 全国各机场 安检人员 用约顾人员的人数 总共207人 这么多 这207年 年资15年以上的 占绝大多数 只有75人 是你们在3年以内补足 你们近3年才去补人 有长达12年 没有补人 这些人哦 士气低落到什么地步哦 你知道吗 总共算出来的比例 总共算出来的比例 最多的人 是哪一族群的人 最多的人 这80个人 最多的是年资 25年以上 24年一个月到27年 这都已经什么 都已经是壮年 步入晚年 最多的是这个人 然后呢 15年以上的 占绝大多数 甚至于 20年以上的 占绝大多数 约顾人员 受什么训练 来看一下 约顾人员 受的训练 依据你们 约顾人员 所受训练 所受训练的计划 你们告诉我 航空保安初训 航空保安复训 加上自主训练 分三类 航空保安的初训 总共56个小时就上线 约顾人员 总共受训 56个小时 就负责 国门的安全 这56个小时里面 学科16小时 食物24小时 专精食物24小时 危险物品的初训 含在这里面 危险物品训练几小时啊 危险物品训练几小时 每年的复训是什么 一年16小时 含危险物品复训4小时 一整年危险复训就4个小时而已 然后你想想看 现在的犯罪形态有多少 一年只4个小时再给他们训练去辨别危险物品 难怪蜂蜜跟汽油分不清楚 难怪蜂蜜跟汽油分不清楚 一个国门 一个国门41%是用约顾人员 80%以上 是年资15年以上 到退休一个月的薪水都只有3万5千多块 高度的老弱残兵士气低落的团队 所受训练 训练56个小时就上线 开什么玩笑 为什么当初 为什么当初用约顾人员去补 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训练行警 我告诉部长哦 捷运我可以容许你们用保全 捷运可以 铁道可以 国门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用约顾 怎么可以用保全 还要不要给人家航警 副处长你说 要不要给航警 我想现在警察却不是只有航警的问题 所以他把航警一般化 来 再来 恐怖分子进来看你怎么办 恐怖分子是不是经由国门在进出 台湾有没有自治的 有没有Made in Taiwan的恐怖分子 你竟然第一句话回答我的 我问你航警要不要补都讲到这种程度了 你第一句话回答我竟然是说警察缺而不止航警 那你是不补哦 当然我们考虑优先来派补 有没有要立即派补啊 立即现在要有毕业生啊 你没有毕业生哪里派补 没有派补 怎么会一个制度弄到说 二三十年都来不及补足 你那个没有毕业生不是现在才开始 你那个约顾是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样子在缺 你宁愿用五十六个小时的约顾 你就可以让他上线 然后现在说训练来不及 所以我没办法补 这个落差太大了吧 你宁愿用约顾 五十六个小时就上线 然后你再跟我讲说我没办法补 因为训练不足 因为训练来不及 开什么玩笑啊 还缺有事实上在民国一百年 就发现到这个退休的这种 谢长廷院长的时候给你们补了六千个 对不对 对不对 一提补了六千个 那时候就讲说你们紧专的制度要怎么样 赶快去设计一个新的制度 然后这几年下来又缺六千个了 新的制度到现在还没出来 新的训练的制度 你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的训练制度 都比你那个约顾的五十六个小时要好 你知不知道 你懂不懂啊 目前就是 你今天在这里一问三不知呢 没有啊 紧专 紧专 在这里一问三不知 刚刚北捷的事情你们回去 刚刚北捷的事情 问你说武器在哪里 你说在衣服里 人家基层跟你说是在包包里 然后人家跟你说 人家跟你说 SOP要多久 业委员说 你说好一个礼拜我建立 人家基层告诉你说 现在就有SOP 捷印的部分 你在这里真的是一问三不知 然后叫你补行警 你跟我讲说缺的不只是行警 你在干什么 你是堂堂中华民国警政署的副署长 你老麦迟钝到这种地步 现在警察的总缺额 是集成的是六千多人 对啊我都知道 还缺六千个 我才跟你讲行警的时候 你说缺六千个没办法 是不是啊 你怎么会这样回答的问题 会根据他缺额的状况 然后考虑优先的派部 局长 是 回去哦 把现在的安检团队 好好彻底的鼓舞他们的士气 好好彻底的去想看看 怎么样加强他们的专业 那个才是正本清源 整个团队41%是这一种 工作一辈子就是领三万五千 就在那边看着同工不同酬 然后每一年的训练就是四小时 所以训练的加强跟政策的加强 确实要落实做 有关北捷 我们非常的痛心 我们非常的痛心 整个政府跟人民的疏离 其实部长 今天早上你不应该是匆匆赶来 你今天早上不应该是匆匆赶来 昨天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我们今天这样的议程了 部长他是自己主动宣过来的 本来我是同意他请假 因为我们也是事处突然 所以今天让我们知道的是 你临时说要赶来吗 其实昨天你就应该要安排 今天一大早就来这里了 你知道以美国来讲 美国我刚去查 像康乃迪克州小学的枪手自杀 造成校园枪击案件 早上9点45分主要攻击开始 12点41分也就是3个小时06分之后 白宫发言人就表示 欧巴马总统对死伤家属的关心跟痛心 5点5个小时41分以后 欧巴马也就是在下午3点的时候 欧巴马的电视记者会就出来了 美国总统没有我们马总统那么好过日子 然后我们到现在18个小时了 18个小时了 只有部长来到我们委员会 全国人民想要安心 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记者会出来了吗 我们的总统有在规划记者会吗 有吗 这个事情在台湾是第一次发生 我们希望也是唯一的一次发生 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是 整个政府其实是有问题的 前后将近这么长的时间 结果竟然还是民众制服以后 警察随后才到 没有通报到江子岁站 然后整个部署完成 从车上一发生事情的整个通报系统出问题 这个连副署长来这里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是这种情形 我们怎么对这个政府会安心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心 还有副署长你要知道 会模仿的事情就是这一两个礼拜 你竟然跟我们讲说SOP要一个礼拜 没有啊那现在我们为了怕模仿的事情发生 已经加强了警力资源的警力 也要求分局派手 对之后被人加强讯 那你为什么说SOP还要一个礼拜啦 他所谓的SOP是说整个处理的过程 整个处理的过程本来就应该要有 你现在是演讯的问题 不是SOP没有的问题耶 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让我们知道SOP是什么 然后这件事情是在SOP的过程里面 怎样可以防范 时间到 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知道 因为它的发生是在事件当中 你也来不及敢去救援 因为它就在车上在行驶之中 你事先没办法防范 然后在事件中没有办法及时去救援 这个我们都清楚 我们都清楚 这个不是警力的问题 顶多就是说我见警率稍微高一点 我保全稍微能见度稍微高一点的时候 说不定会嚇阻这一种心态 心态有问题的社会边缘人会嚇阻他 顶多是那个问题 但是你说我警察要事先预防 我警察怎么会处理不好 都不是我们可以苛责的 可是假设说到江子翠站的时候 警察都没有已经站在那里 反而还等到民众制服了警察才到 问题就在了 问题就来了 问题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后是那个善务员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 救护人员都还没有到 然后是乘客去搬运受伤的人 然后让他们去救医 这个就是重大的问题啊 重大的问题在那里啊 警政署针对这个部分一定要 要好好检讨一下 这确实是让民众非常非常难以接受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迟钝 茫然的警政署 跟这个到现在还置身事外的高层 我们我们很惊讶啊 至少本期很震惊 至少本期很震惊 到现在还在麻痹的人 到现在还躲在办公室里面 报告一下 你怎么样安人心吗 因为真的确实是发生事情以后的通报 跟事後的處理有重大的問題 有重大的瑕疵嗎 我們不安心 還有就是上游 上游它的心腹的問題 學校曾經被 學校曾經被警告 然後這種警告 怎麼處理的問題 那個都是上游跟下游的問題 我們想要政府給我們 一個清楚的反省 然後立刻趕快要知道 部長把那個管委員的建議 跟行政宣反映一下